线条简单 色调明亮 绘画带有童真风采 张秀鹏天天用画笔 才会出薰髮箱内容 我都画得很亮丽 是我觉得说 我真的在画画的当下 我就把心门打开 真的很欢喜 48岁那年车祸受伤 张秀鹏失去左腿 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因为上人的发 解开心结 介化练心 平日用画作跟社区分享 画画很简单 就是一支笔 然后一盒水彩 或者是一盒蜡笔 就可以海跨天空的 一带气旋重创东非 慈激人飞越万里 前往当地举办大型议诊 彰化小儿科医师林玉英 停诊多日 跟着踏上非洲国度 物资非常非常的缺乏 那边的小孩子 很多教育资源非常的贫乏 我觉得如果有教育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像上人讲的 我们一定可以翻转非洲 林玉英前往非洲一诊 童修林荣威也不空过 她在和美记忆保养班 带动老人家为东非祈福 来借着这个活动 来受到感动 来帮忙这些非洲 东非的一些灾难 援助东非 彰化慈激人大动员 慕心慕爱 是为自己做好 就缘 做难 这个缘 生旧的力量 来 正中我们的非命 因为 我们这四人 这个身体 这生的世命 有这样的因缘 非接 缘再起 莫忘初发心 正因上人期许 唤起人人的爱心 精进走菩萨道 大爱新闻 黄子玲 林欣宏 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